大家好, 我是大家樂 又是一個陽光明媚的早上 前段時間煮過一道泰式風味的煎雞扒 這位隨訪小幫手吃過之後 超級好吃, 意猶未盡 一早起床, 摘好蔬菜 和大家分享這一款泰式脆皮雞 所有用料都在桌面 這裏有三塊洗乾淨的雞扒 用刀尖把雞皮炸進去 目的就是煎的時候沒有那麼收縮 反轉雞肉那邊 用刀把肉厚的地方割一割 十字刀進去 讓它更加容易入味 煎的時候容易熟 灑點胡椒粉 還有鹽 醃一醃讓它入味 讓它均勻地入味 放在一旁 醃十兩分鐘左右 竹筆出戶 在家裡一樣可以做到泰式的美食 做法超級簡單 現在調泰式的辣汁 蒜蓉 辣椒 辣椒 薑 還有一些蔥花 芫荽 芫荽 花椒油 半湯匙 白醋 一湯匙 魚露 一湯匙 豉油 兩湯匙 麻油 一半湯匙 一湯匙白糖 放進去 檸檸檬 一隻 擠進去 棉芫荽 擠進去 檸檬 一種 擠進去 擠進去 檸檬 一種 一種 擠進去 把鸡扒拍上生粉,每一个角落都拍到生粉 这样煎出来的鸡扒就会更嫩滑脆 上完生粉之后放在一边,净几分钟 就可以开炉煎了 烧热后放些油 首先煎柚皮一边 目的就是让鸡皮的油煎出来 再煎肉一边,令肉更香滑 一定要煎到金黄色才反转 每面大概煎7分钟左右 视乎鸡扒的大小厚薄 已经金黄色了,可以拿起来 哇,现在都已经闻到香喷喷喷了 好了,将刚刚摘的西岩花,将滚水搅拌 很嫩滑,一转颜色就可以烙起身了 我们的习惯就是,什么油盐味道都不需要放 吃回原来的味道,原汁原味 就可以拿去摆盘上碟了 就可以拿去摆盘上碟了 加力,又煮菜又跳舞 大家说是否值得比较赚呢 哇,脆脆脆 淋上酸辣汁 这款味道香辣可口的泰式脆脆鸡 色泽鲜盐,制作方法简单 不知道你收不收货呢 味道是怎样 哇,隔着屏幕都闻到香喷喷 好好味 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次见 欢迎订阅 我们下次见